歡迎大家收看玲瓏愛讀金 從小讀金受益 然後真的想要讀書的時候才知道 原來讀金對有幫助這麼大 台語有一句話 要跟著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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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小孩比如說比較有定性 或者是可以提早認知這是一定不用說的 很多爸爸媽媽是因為現在小孩真的太過動 所以他們希望提早有一些定性 那或者是說比如說 需要一些比如說改變他們的一些生活的習慣 因為潛移默化都會改變一些習慣 你說的那些都是要內化了之後 那你覺得說待讀三十年的這個經驗中 你覺得小孩有讀金跟沒讀金的孩子 在定性上啊想法上啊就是明顯的差異 有差很多 怎麼樣差呢 因為你讀金讀九它會內化你的心情 比方說你遇到什麼事情你會想到經典的一句話 所以它就會往正下的方面發展 那沒有讀金的孩子你就沒有 平常就沒有跟他灌溉 那是不是怎麼會 他比較長不大 那你再也沒那個資料 沒那個資料 就是我小時候沒有給他一些觀念 所以當他碰到事情的時候 或者是說 他碰到一些可能做錯事 他可能自己在做錯事的時候 他自己就會有那個良知良能 自己會提前說 我可能在書中裡面 我讀到了一句話 告訴我不能這樣做 然後就可以做一個警惕這樣子 但是我知道很多爸爸媽媽他就覺得說 從小都一直讀金一直讀金一直讀金 他真的有辦法內化嗎 因為其實我們讀金老師是不解經這件事 那您有什麼看法呢 因為王教授一直強調 他說小孩子的記憶力 記憶力很強 你要加強他的記憶力 那理解力呢 等他長大了 理解力提示他就會內化他 為他自己的東西 所以小時候你不一定要說 你不要說要求他理解 只要他記憶就好 因為什麼實在需要什麼 生命中是有他的規範的 是按照孩子的成長的過程 給他最適合的東西 13歲以前記憶力最好的時候 應該讓他大量的吸收 13歲以後理解力在發達時候 才要進入解禁的階段 就像我們現在大人讀金 因為我們讀了這個 論語可能今天對某兩句特別有感覺 明天再讀又對另外兩句特別有感覺 就是整個生命的歷程跟經典做結合 然後以聖賢為自己的老師 大概有這樣的概念 那所以你人生閱歷不到那裡 你根本很難體會孔老夫子 他當初為什麼會這樣說 那玉皇老師我想問一下 因為小時候媽媽就帶著你讀金 所以你自己小時候就是長期讀這些集 所以你當初的這個歷程 媽媽這樣讀金的時候 你是怎麼樣的一個想法 當然不想讀啊 然後之後呢 當然想玩啊 然後我當初去讀金班只是為了 反正那邊有一群很好的朋友 可以一起玩這樣而已 當初的心態是這樣的 所以不是因為看到那個讀金老師很漂亮 也也是 然後有好吃的東西可以吃 對對對大概是這樣 那就是好玩 但是那時候根本不知道為什麼 為什麼要讀金 對對 所以媽媽稍微強強迫你的話 你都可以接受嗎 反正去那邊是為了玩 也不是為了讀金 那我覺得這個是 孩子不懂的判斷是正常的 對 所以家長一定要有理念 家長一定要知道為什麼要這樣做 所以我們 過去有很多玲瓏愛讀金的影片 裡面 講的 腦部開發 那怎麼樣 讀會對孩子的幫助是最大的 其實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真的是這樣 所以就等於是說你小時候就是媽媽 因為媽媽很有理念 雖然你搞不清楚到底為什麼要讀金 反正你就是一直被填補 就在13歲以前一直大量的填補跟灌溉 就等於是把地基都扎穩了 所以等到你現在大了 所以你之後就是開始有反除的能力了之後 你就覺得其實讀金是好的 所以你之後才會自己也 因為自己的小孩也讀金 然後也再成立了一個讀金班 把這個好的理念推廣出去 沒錯 其實我也是為了孩子才成立讀金班 媽媽也是為了孩子 這個都是天下父母心 不過就是這樣 希望說 因為從小讀金受益 然後真的想要讀書的時候才知道 原來讀金對我幫助這麼大 以前小時候不想讀書的時候 但是沒有特別的感覺 所以我希望說 在13歲以前先把孩子的腦袋顧好 那後面他學什麼都很容易 那當然說你說讀這經典 對你的未來的成就一定會比較大嗎 但這個可能有正相關 因為媽媽都舉一些很 就是公子的一些認識 但是確實我們讀金班 像我之前大學畢業之後就開始回台中 就可以再讀金班 我們現在那些孩子長大的 他們的成績都比我好很多 就是讓媽媽讀這些例子 對對對 還有很多很多 現在在讀大學的也都是頂尖大學 在台灣頂尖大學 那我想問一下就是媽媽在這對不對 好那你還有什麼覺得讀金之前的一些 因為你最了解媽媽 那有沒有還有什麼東西想要問一下媽媽的 然後讓我們有一些新的想法 對我覺得應該要問一下曾老師說 在過去30年這個推動讀金的過程當中 那可不可以給現在在讀金班的家長或孩子一些建議 以前王教授講過一句話 他說今天不做明年就後悔 那我要送給讀金家長一句話 今天不讀金明年就後悔 希望美國家長能夠堅持讀金 因為你是孩子讀金的推手非常重要 大家都是孩子的教練 所以要引導孩子 孩子一定不懂他一定玩為主 他可以選擇玩他一定不會選擇讀金 這是全天下孩子都是這樣子的 所以孩子既然不能判斷不能做選擇 我們父母就非常重要 如果父母都順著孩子 那就是 孩子的未來就不會跟你一樣了 對就把他當作 未來就會是另外一條路了 對就把他當作庸才來教 所以我們視孩子為聖賢 把他當作聖賢來教 把他當作天才來教 他有一天就會乘勝乘險 是這樣 希望讀金家長都能夠用點笑容 也愛來教孩子 台語有一句話 要來教孩子先看雞毛 聽得懂嗎 有一點像那種以身作者示範的那種意思 對 就以前我們農家很多的養母雞 人家要去買一段看雞毛 他生了後開始 對 所以這個代表說你的身價非常重要 怎麼樣的父母教是怎樣的小孩子 對 或許我看很多媽媽都用情緒來教孩子 這是不對的 因為你用情緒來教孩子 孩子又很情緒化 所以我們現在常常在談點的時候 會想到說 你今天孩子怎麼樣 你不用怪 因為都是你教出來的 都是你教出來的 鄭老師這句話還蠻重的 這也是正常的 對 對 對 我妹妹她教孩子很用心 她有幾個省思 她說第一個要醫生做著 醫生做著 是 你要先做給孩子看 是 孩子才會做 是 用講的是 用講的是 很簡單 很簡單 對 還有你要陪孩子成長 不要當逃兵 孩子成長只有 也只有這麼一次 所以父母還是真的值得花這個心思下去 好好培養孩子的未來這樣子 對 沒錯 因為再累就13年 對 再累就13年 一定要堅持下去 之後你要陪她 她也不想陪你 對對對 但是我可以請鄭老師幫我們示範一下 就是您剛才講的就是那個 酷業暗示法 你可以教一下我們 就會觀看我們節目的家長 真的面對孩子 你說不生氣真的很難 從我認識您到現在 其實你給我的都是一種很溫柔 然後那我都真的不會罵人的好媽媽 所以你可以教教我們嗎 就是因為我們 也不想被小孩的情緒所影響 那你可以告訴我 當小孩真的就是 沒辦法如你所願的時候 你都是怎麼樣好好溫柔 對她的好 來 玉蓉你可以恢復小時候 這個我也沒辦法 你當小孩就好了 這個太厲害了 媽媽到底平常怎麼跟你說話 就是碰到 不乖的時候 或者你剛才講說 為什麼要溫柔啊這樣 這是可以為我們示範一下 這個我應該舉夏威夷療法 修蘭博士的故事 好 修蘭博士呢 他在夏威夷 他用四句話 我愛你 對不起 請安樂我謝謝你 是 治療整個精神病患的醫院 所以這四句話 是要對小孩說 還是對自己說 他那時候 那時候修蘭博士治療 就是看著他們病例 愛子戀 我愛你對不起 請安樂我謝謝你 所以當小朋友惹我生氣的時候 我就一直看著他 我愛你 你就默煉 對 或是夫妻吵架也可以 不用練 不用想著他就好了 不是看著他 就心裡想著他 想著他 或是夫妻吵架也可以 就我愛你 對不起以前 那我一直默煉 你的心就很快再平靜下來 那後來 因為我們中國人嘛 講五行嘛 那有一個講師 就跟我講說 你要只要感恩你 我愛你 對不起請你 讓我謝謝你感恩你 讓自己的心情先平靜下來 很快就平靜下來 這樣我們就看到孩子的時候 每一個都是神子 對 會發光 對 對 就大家學起來喔 好 那我們今天非常謝謝我們的 曾老師 然後來接受我們訪問 那我們如果有這麼問不足的地方 那再請老師給我們補充 或是分享給觀眾 這樣好不好 好 謝謝 謝謝 好 如果你喜歡我們 玲瓏趴趴走的單元 請你幫我們按讚訂閱分享 打開小鈴鐺 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我們下次見 拜拜 這樣比較直接啦 不要說上輩子 的情人 是上輩子的情人嗎 上輩子的情人是女兒 那可以啦有差嗎 當然有差 明天有三輩子 明天有三輩子 哈哈哈哈 孔子 這種形式為 為 就是說 以學習孔子的思想 我們要把聖賢 傳下來 來吧 歡迎大家 按讚訂閱分享 打開小鈴鐺